大家好,我是陳詠欣做Fee Chan拍攝的一期9月18日 今天開始之前想和大家推介一下以下下來的活動 這個活動很有意思 所以我陳詠欣議員辦事處和荃灣區議員郭少園辦事處都全力支持 這個活動在10月8日舉行,是一個星期日 現在9月21日還可以報名 我們在荃灣的海濱長廊舉行一個叫做掌幼共歡100歲 清智見步同樂日 分了2公里和4公里 每組成員需要由2至3人組成 年齡總和要接近100歲 95至105歲都可以 所以叫做掌幼共歡100歲 這次活動的目的非常有意義 自在宣揚掌幼共用 多些做運動 推動社區和諧共建 亦都宣傳一下荃灣的海濱 如果你想參加的話,快點上網報名 報名的話就可以掃描海報上的QR Code 跟大家預告了 這個活動 除了有我協辦之外,我也想參加 我正在構思積極組隊 有哪個觀眾朋友想跟我一起組 都可以在截止日期延長 至9月21日前 跟我了解一下聯絡一下 還有三天,大家要把握機會 大家要把握機會 今天主要和大家講三件轟動的事 紅山半島 潛建 虛擬貨幣 和彭定康 很多觀眾朋友都叫我講紅山半島 我和木頭榮家 都有在Y2K大樹木頭和大家淺談 大家可以看昨天出的一周大事回顧 而且屈姐屈永賢都有一個組織起底 我看到有觀眾朋友WhatsApp我 就說覺得平時雖然有支持屈姐 但對屈姐在國人港地的獨家文章有些意見 因為她覺得屈姐所提及的組織是正確的事 我今天想和大家說說我的看法 至於虛擬貨幣 今天都有最新的進展 林作一直都很努力想和這次事件撇清關係 而她今天終於被捕了 我都會和大家評論一下 和大家搜尋一下過去72小時 林作怎樣努力去撇清關係 但也不成功 最後會說說彭定康 因為她的女婿都坐牢 令到我們質疑究竟彭定康有沒有運用到她的政治影響力 去阻礙了這件事 左右法官的決定 開始之前大家記得要訂閱我 陳明恩Jophie的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 喜歡影片支持我的 記得要讚好 和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也希望把影片廣傳開去 讓大家有多人知道 惡美膽小派不想大家知道的真相 記得你的讚好和留言 可以幫忙抵抗小黃人入到影片 到惡意攻擊意圖令到影片下架 所以希望大家一路看影片一路讚好和留言 支持我的更加可以加入我的會員頻道 優先獨家提到的影片 醉看陳明恩 知青原因又開心 訂閱JOV-CHAN 同一冷靜洗蜜鏡 這幾天都討論到的話題 莫過於虛擬資產交易平台JPEX 被香港證監會證實無牌經營 和大家一片梳理一下事件簿 證監會在上星期三 也即是9月13日發聲明 有關的虛擬資產交易平台JPEX 旗下的實體一概沒有獲證監會發牌 而且也沒有向證監會申領 再講經營虛擬資產平台的牌照 同時證監會也指出 留意到JPEX和向香港公眾 積極推廣的人士 當中涉及KOL 以及這些找換店使用的手法 存在可疑的地方 證監會聲明列出六大可疑之處 第一是JPEX在網站上 聲稱它自己是一間持牌 亦受認可的數字 資產虛擬貨幣平台 而它的網站和本地的社論式廣告 亦都宣稱它是向若干的海外監管機構 拿到經營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的牌照 而事實並不是這樣 第二是JPEX為部分產品提高了極高回報 第三是證監會也接獲散戶投資者的投訴 注意到媒體的報導 有些散戶投資者 不能夠從JPEX開設的 賬戶提取虛擬資產 亦都發現他們的賬戶結餘被減少或更改 第四點就是JPEX提供的部分產品似乎 涉及虛擬資產的安排 例如在證監會的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監管制度下 不容許的虛擬資產存款 儲蓄和收益 第五點就是JPEX在他的網站和本地社論式廣告宣揚他 和一間香港上市公司簽訂業務合作 亦都獲得有關公司投資 事實上有關的合作已經終止了 而那間上市公司實際上 並沒有作出任何投資 第六點可疑之處就是 有些KOL和場外找換店 在社交平台作出了虛假和句誤導式的陳述 JPEX已經獨立或者聯同一間香港上市公司 在香港申明了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的牌照 事實上JPEX 集團旗下的實體 是一概未曾向證監會提出任何的牌照申請 證監會聲明發表後 JPEX亦都在網站回應 就說之前的公告說自己有意在申請香港牌照 正在準備文件 但未提交申請 雖然計劃申請牌照 但之後這個虛擬資產交易平台就像心虛 立即把他提幣套現的手續費提高 最多可以提取1000美元的幣值 但手續費已經高達975美元 散戶實收只有25美元 數以千計的投資者的血汗錢都凍過水 而警方接獲證監會的轉介 由商業罪案調查科跟進 截至9月15日下午3時至少接獲了83宗舉報 涉及金額大約3400萬 警方設立了專門的熱線 我希望知青原因明辨是非的觀眾朋友 就用不著 但萬一有任何的查詢 都可以聯繫警方的熱線 28605012 28605012 而警方也呼籲任何對這個案件有移民的市民 都可以透過熱線或電郵進行查詢或報案 言論一向出位的臨作 之後就緊急發帖文割席 在上星期五 也就是9月15日 林作跟他的律師去灣仔警署 聲稱主動就JPEG事件 向警方提供資料 為何他要這樣割席 因為林作今年8月1日 在社交平台承認 他7月份已經成為JPEG的合夥人 今年8月底 林作也租用了中環娛樂行開設的一間 叫做林作炒幣 的店舖 不過時間不夠一個月 證監會發出有關的聲明 就說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JPEG是無牌經營 JPEG在昨晚 即9月17日 宣佈 平台 會在當日 下架理財頁面的所有交易 到時用戶 沒有辦法進行任何新的理財訂單 而舊有進行的理財訂單 會維持 到產品結束的日期 才能領取收益 更加坐實他有古怪 而昨日 文大也有版面報導事件 提到有虎主投訴林作 所以也猜到林作 撇清不了關係 文大訪問 找來虎主陳小姐 陳小姐對文大記者 不停哭訴 說自己對這個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本來也是半信半疑 但是看到有大批廣告宣傳 就開始 心動 終於行動 在一個多月前 參觀了灣仔舉行的電腦節 遇見 曾經發貼文承認自己是JPEG合夥人的林作 在場內設有攤位 陳小姐在職員遊說之下 加入了一個 叫做林作發達加密貨幣的群組 更加向記者展示有關的群組 其後林作經常在群組中 看到他是炫耀自己的戰績 令到陳小姐深信不疑 覺得 這個虛擬貨幣交易平台 可以賺到錢 所以他膽粗粗用了10萬元 去試水溫 參加了一個聲稱年息高達19例的投資計劃 而他就說林作不時在群組中 找人入金 更加聲稱是每天都會做到爆了數 而這幾天的入金數量 也是平時的幾倍 看到林作這樣 實牙實恥 不覺得會有福 誰知道 正正 他現在就成為了付諸 足之 今天 9月18日上午 警方去到林作位於中環的辦公室進行搜查 而林作亦都被影響被兩名警員壓界之下 布出他在中環的辦事處 再被壓上警方的私家車 去了中區警署 根據香港01的報導 警員更加從林作的辦公室 拿走了幾箱證物 包括大搭的現鈔 消息指另一名網紅陳怡都有涉案 林作經常發表出位的言論 亦因為跟其他藝人女朋友的八卦 而不時出現在娛樂新聞 簡單說一下林作的背景 他曾經獲得大律師資格 私城資深大律師青紅 之後他申請放棄執業 轉戰多個行業 但似乎每個行業都做不長 他在2015年參加了區議會選舉 但落敗 當時他就說他自己很想像陶傑 如果以大家鄙視的程度而言 林作真的願望成真 他可能已經跟陶傑不相伯仲 雖然陶傑資深過他很多 做多他很多年人 而那時陶傑也有支持林作出選 還參加了他一些造勢活動 就說他跟林作理念是一致 真是甚麼人就會群埋甚麼人 那些人就走在一起 選輸了之後 林作又再轉行 在2017年他就跟遵理簽約成為 課堂的講師 亦都成為IELTS 即是瓦斯課程的教師和教育顧問 在2021年他就跟鍾培生引發網上馬戰 繼而在擂台上缺一高下 最後就由鍾培生獲勝 似乎在拳擊界都不能夠打出名堂 去到2020年 林作轉戰保險界 在英國保城擔任財務策劃顧問 直到2023年6月他因為在社交平台上 發表關於荷里匯廣場 悲劇的 抽水言論 亦都因為當時他模仿 疑空 所以引來極大爭議 有關的言論是不當言論 所以被英國保城解僱 今年8月他公告天下 說自己轉戰了這個虛擬貨幣的行業 做了金融界 他就說自己開始炒幣 就是JPEG的合夥人 言論很出位很喜歡認叻 很喜歡美光燈的林作 在被捕之前 其實都不停發表有人討厭的言論 真是 在滅亡前才瘋狂的感覺 9月14日他就割席 但一割完席 他就上載 因為JPEG無牌經營 虛擬貨幣上了A1的新聞 我就覺得他就不用覺得 上A1是威 所以就特地在分享 因為我相信他上A1 不會是第一次 亦不會是最後一次 有大量的機會 特別是今天被拘捕 之後他又說自己是懂法律 在被捕前三天 剛才也跟大家輕輕提到 林作去到警署 聲稱是主動提供資料 亦釐清與JPEG的關係 還說自己是沒有騙人 是想幫人討回公道 真是感謝他這麼熱心 現在去到警署 他真的要提供資料 不提供不行 不是主動的問題 是被動地要提供 他8月1日 說自己是JPEG合夥人的鐵文 林燭 也有在最近72小時 發鐵文說這件事不是他跟 他說寫鐵文的應該是他的同事 可能之後也知道拘捕不到同事 就拘捕個字 林作就說合夥的英文 in partnership 更加執著partnership的字 拖美斯下水 就說美斯跟另一個加密貨幣平台 都有paid partnership的關係 有partnership也不代表美斯擁有平台 可以見到林作真是無恥之極 美斯合作的加密貨幣平台 我想問一下林作 有沒有牌呢 如果沒有牌的話 真的要多謝林作 再作出 正義之舉 站出來主動舉報 然後林作也在社交平台 有各種開玩笑的鐵文 可能見這幾天警方未有行動 完全 開始鬆懈起來 不覺得他有爭分奪廟 有他聲稱 在幫助副主 而且他還要拖肥媽 張智霖和陳怡一起說 其中一個最瘋狂的鐵文 要數就是陳蜜 他拿著特首來講 林作上載了一些 信息截圖 就說有他的支持者向他打氣 就說他每一次過後都覺得自己變得更加強 終極的一步就是香港特首 想不到林作原來的志願跟麥明斯一樣 果然是同一類人 不知道今天林作被拘捕 會不會令他打消想做特首的念頭 希望他會 不要害了整個香港 因為 林作在這次事件 都露底 證明他有多不懂政策 林作還邀功說他幫助副主 成功爭取到警方 開放電子連結 呼籲大家亡上報案 其實不時都有騙案 如果一遇到數量大 都會有這個安排 不是林作成功爭取 亦不是他研發出來的 而這宗案件 亦不是第一宗 涉及比較多散戶的投訴 林作要數自己的功勞 可能他也是想告訴大家 是他令到有那麼多副主出現 間接可能這樣數 就會數到他的功勞 否則看不到 究竟林作在這件事上 有甚麼功勞 昨天下午 林作還出帖文 說自己劍報率很高 我真的想跟林作說 相信他明天的劍報率會更高 在我看資料的時候 未見林作有更新他的社交平台 經常爭取時間抽水的林作 可能都知道事態嚴重 不再在這玩 JPEX被踢爆無牌經營 不單令香港投資者 隨時血本無歸 亦打擊了香港投資的信心 所以我非常支持警方 嚴厲執法 今次不是第一次 有KOL用到自己的流量涉嫌犯法 曾經有KOL涉嫌在社交平台 IG進行非法宣傳 被拘捕 正正在去年11月 警方全港多區拘捕了7名KOL 指有不法分子利用KOL的號召力 用金錢利誘他們在社交平台 例如Instagram 宣傳非法賭博 涉嫌推廣 或便利收受賭注 據了解 有一名KOL 叫貝伊林 他當時被拘捕 之後獲准保釋後查 而這個被捕的貝伊林 在2018年 加入了 杜汶澤開設的網上頻道 叫做杜汶澤雷蘇 因為演出過 鋼管帽 而出名 之後 經常不論是 戴上身材 亦推出過限量 NFT寫真 真是甚麼人 群花是甚麼人 認真是醜聞 末代港督彭定康的非裔女婿 查爾斯 在英國倫敦 令彭定康多一宗醜聞 因為涉及 一宗槍擊紅客案 在案件當中擔任車手 負責接載 槍手逃跑 在9月15日被判囚5年 查爾斯的兩名同伙 亦被判囚5年 案件的主謀 亦是查爾斯的同父義母弟弟 獲判6年03個月 可以看到整個家人 一個犯罪集團 查爾斯聲稱自己成功的事業 幸福的家庭生活 因為這宗案件 而分裂 崩塌 但法官說這件不幸事件 並非意外地發生在他身上 而是他主動作出了選擇 即是他自己選擇 倫敦金斯敦法院 在上個月裁定 查爾斯串謀持有槍之 企圖製造對暴力的恐懼而追成 今個月的15日判囑他入獄5年 查爾斯等等被指 在上年的9月6日晚 在位於倫敦西部 格林福德的印度餐廳 實施恐嚇 當時他們恐嚇餐廳老闆用武器 雖然有關武器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但餐廳的窗戶都被打爛了 玻璃散落在食客身上 引發巨大的恐慌 法官說他們四個在案件 都是擔任重要角色 而其中一名更是主謀 從閉路電視都可以看到 當晚一名蒙面的人士拿著武器 從一輛白色貨車走出來 逛了大約50米左右 去到這間餐廳附近 用到散彈槍開了一發 打爛了餐廳的窗 Times報說 據報這名人士就是格蘭德 他用的武器是由另一名共犯提供 查爾斯負責開著白色的貨車 去接載這班兇徒逃走 查爾斯在上個月 受審的時候 說自己事先對案情毫不知情 有點像林作 說到自己完全不關事 這件事不是他跟 而他當日有一名同黨 說可以給他一些違禁品 他才決定跟他見面 更加開車去到案發現場的餐廳附近 但法官幸好不相信他的供詞 更加宣佈刑期的時候 更加說明他拒絕 彩立彭定康的女婿 說到自己是臨時涉案的這番託詞 他說這宗案件很明顯是有預謀的 雖然查爾斯在賣慘 說自己有好的事業、好的家庭 但法官就說 他相信他的小朋友都是需要他的 但他所作所為 令法院不得不判他入獄 查爾斯的太太是二年四十八歲 彭定康的第二大女 彭麗絲 上個月陪同查爾斯進入法庭 亦聽到他丈夫被判有罪時 當庭落淚 每日郵報都有引述消息人士說 雖然查爾斯被判囚 但彭麗絲仍然站在他身邊支持著他 彭麗絲的父母和姊妹 彭傑斯、彭雅斯 亦支持妹妹和姐姐的決定 查爾斯的媽媽拒絕評論 說自己對案件一無所知 但根據《泰晤士報》的報導 在判刑的時候 彭定康的女兒沒有再現身 有一名英國網民說 希望彭麗絲可以理智一點 盡快和查爾斯離婚 因為無論從哪個角度都好 他都覺得查爾斯很討厭 查爾斯和彭麗絲 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認識的 雖然他們的身份和生活經歷都有很大的差異 但都成為了好朋友 更加在2002年 香港回歸祖國之後 彭定康的女兒 和她的丈夫結婚 更加生了三名子女 彭麗絲曾經在時尚界打拼 在時尚雜誌工作 查爾斯在法庭上說 他目前是一名健身教練 查爾斯在法庭上承認 他的外父是末代港督 現任英國上議院議員 彭定康 英國網民認為查爾斯的刑期太短 更加質疑因為他是彭定康的女婿 所以就走後門 有一名網民說涉及的案件 雖然還有武器 只是判囑五年實在太少 至少應該要判十年 亦有另一名網友質問 為何只是判五年 是否因為彭定康 施加了影響 影響到法庭的判決 我相信大家都會有公論 歡迎觀眾朋友留言 大家認為彭定康在這件事件 擔任了甚麼角色 這件案件都是我們很支持 希望可以嚴正執法的 就是關於鴻山半島僭建的風波 一場五百年一遇的大雨 暴露了部分獨立屋涉嫌大肆僭建 在鴻山半島其中一間 竟然劃深了 加建了三層 令斜坡有危機 三層亦意味著擴大超過一千五百呎 超過一千五百呎 非常驚人 事件亦引起廣泛的討論 我也想在我的社交平台 和大家表達我的看法 不少人討論鴻山半島事件 都會說 其實僭建非常普遍 越大間的豪宅 越有空間去僭建 而政府當局難以查得到 就算查到 罰則都是不痛不癢 沒有甚麼阻嚇力 其實政府如果要嚴打的話 監禁都是一個方向 按現時的建築物條例 僭建都是屬於犯法的行為 一經定罪可以判處罰款 和坐牢一年 但是 有不少工程界的人士都提到 一般經過法庭審訊之後 就算僭建罪名成立 都只是罰款兩萬元 對於這些住在豪宅的人士 他們的身家 現在是行限地都過益 罰兩萬元就等於勾行 完全是沒有了下力 其實遇到五百年一遇的大雨 揭露了 那麼嚴重的問題 政府也有一個五百年一遇的機會 就可以乘機 出手 去解決這個僭建的問題 也可以 制止住這些豪宅僭建的歪風 在於我作為一個勞工基層直選的代表 我絕對支持政府加強罰則 打壓僭建的事件 不過議會有多少同事會支持政府 嚴厲的打擊 這一點我都有保留 但是我自己是會支持的 政府也會有我支持的一票 豪宅僭建不單是違法的問題 屈姐近日也有撰寫文章 還提及到 涉及國家安全的風險 屈姐的文章就說 有一天 北角的街頭 有一個小劇場 有一個街坊 非法擺賣 被食環署票控 罰了他四百元 這名街坊 哭著求情 說他一天的生意 賺不到四百元 希望特區政府 官員可以放過他 但食環的人員當然拒絕 於是 這一名街坊 和圍觀的路人起控 就說有錢人去僭建 又不見政府去捉 這句話 屈姐說 以後都會成為小市民的口頭善 尤其當政府依法執法的時候 近日大家的話題都離不開豪宅僭建 屈姐說一場豪雨 翻出令人震驚的富豪 潛建燕章 以洪山半島為例 竟然有獨立屋的護主 在地底潛建了三層 還要有護主囂張得 不讓政府官員檢查 清水灣也有獨立屋 在官地建了一個私人球場 小南也有獨立屋 在林海的官地上 潛建了海上泳池 甚至私人碼頭 屈姐說 人有多有錢 膽有多大 看到這些新聞 一般小市民的自然反應 拼問百姓 起個閃逢 遮下雨落下三 都會要拉要鎖 但富豪權貴 潛建幾層樓高 都沒有人敢過問 屈姐說 有人說這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不能怪現界政府 也有人說 小心潛建的事件 會演化成仇富和打地主的懷風氣 不利香港經濟發展 即是怎樣 依法 執法 都是 阻止經濟發展 要被他們犯法 有人說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 有窮人也有富翁 是很正常的事 富翁的存在是必須要的 也有社會意義 博姐說 這次大家 關注的富豪潛建 焦點並不在仇富 而是在公平這兩個字 這一點我自己就相當同意 的確我們看到 單單說賣樓為例 住在劏房的赤價肯定比富豪 住在豪宅的赤價還要高 這也是相當不公平 在於霸佔官地的人來說 這麼多年來 他們都不需要扣租 這樣有公不公平 正如這些不阻人 但又違法的街坊 非法擺賣 依法罰罪400元 他們不禁問 那些僭建三層的富豪 政府罰了他沒有 所以千萬不能看少 這次豪宅僭建風波 卧姐都指出 他不只是一場社會矛盾 亦是一個國安問題 卧姐就提及到 19年黑暴的例子 這裏我就不累積地複述了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看 卧姐港人港地的這篇文章 卧姐就說 今天藉著一宗新聞 帶出不公平的社會元氣 再捧幾個意見領袖出來 起碼都可以令到反政府的勢力重整旗鼓 這次配合傳媒揭發 各區豪宅僭建問題 提供資料的 一個叫做本土研究社的組織 他的負責人叫做陳劍青 和黃少雄 他們不斷以專家的身份高調接受記者的訪問 而他們拿出來的證據 有衛星圖 還有韓拍圖 當中大家都會問 尤其是深水清的 究竟 他哪裡來的資源去搞這些圖 是不是 卧姐就說 他們說的是事實 但是 我們更加要留意 說話的人是誰 卧姐就說在維基百科 如果要找陳劍青和黃少雄 這兩個名字 竟然只是顯示出 維基百科 目前未有收錄 他們的資料 卧姐就說 被抹去過去的人 今天就是打富豪的棋手 大家覺不覺得有點詭異 的確能夠拿出這麼多資料出來的人 但是居然 維基百科 沒有講述他的背景 由於石頭爆出來 卧姐就說 其實陳劍青和黃少雄 都不是泛泛之輩 過去有很多 和土地有關的新聞 都有他們份 而且 更加令人震驚的 就是他們 都是黃之鋒的親密戰友 首先說說黃少雄 他本身是公務員 為了研究土地問題 放棄了月薪五萬元的優差 就和陳劍青一起成立了本土研究社 但是他們涉足的範疇和事件 大家一聽就會知道是甚麼回事 他們由反對千冊千星碼頭和皇后碼頭 去到反高鐵 反新界東北發展 反機場三跑 反對興建連堂口岸 反對河套區發展 反對明日大嶼等等 他們都有積極參與 基本上政府做的每件事他們都反對 而他們就是幕後研究的主力軍 2014年他們成立了本土研究社 註冊為非牟尼機構 而那一年香港發生了非法佔中 之後他們兩個和黃之鋒的香港眾子合作 發起一個叫做香港前途研究計劃 遠赴英國 美國 澳洲 去搜集資料 他們還說要透過重組歷史找出路 可以遠赴英國 美國 澳洲 政府檔案館搜集資料 大家說是甚麼人 絕對不是普通人 你和我都不會可以做到的事 2017年 陳劍青 黃少雄 和黃之鋒 一起接受《紐約時報》記者的訪問 被視為香港社運新星 同一年 陳劍青和黃少雄 飛去倫敦 在英國國家檔案館 開始有系統資料搜集 從香港1920年檔案開始翻查 把解密文件 一天都拍攝全黨 帶回香港 陳劍青說他是一個研究地理的人 地理就是地方的道理 當一個地方失去道理 他就要義無反顧地出來捍衛他 於是他就反對新界東北發展 亦都呼籲大家要 叫做迫爆宮廷會 雖然說迫爆宮廷會 但他說開口埋口是道理 但去到宮廷會 他喊的口號是撤走陳茂波 而陳茂波就是當年的發展局局長 後後的背景 屈姐說維基百科竟然 一隻紙都沒有提過 今天陳劍鋒跟黃少雄 好像素人一樣 出現在大家的眼前 接受不同媒體的訪問 舉起打富豪的旗幟 屈姐說他們居心叨測 所以政府現在要解決 僭建問題的同時 都不能不察覺到 這個問題引發起的民怨 以及民怨背後的推動者是誰 因為這種怨氣 將會成為社會 另一個計時炸彈 有觀眾朋友 發了屈姐的文章給我 因為 雖然他一直都很支持屈姐的言論 但覺得這篇文章 不應該把這個組織起底 因為這個組織說的都是對的 但我想跟大家指出我的看法 我相信屈姐的意思 其實都是叫大家要留意 這個組織 背後 究竟是誰在推動 他的居心是甚麼 當然他指出的數據 衛星圖 都是正確的 但我們更加要留意 他怎樣 找到這些資訊 是不是有人 背後餵給他 這個更加是我們要 著眼的地方 因為如果我們給了太多機會 這個組織 而不落了其實 他跟黃之鋒的關係 任由這個組織本土研究社 左大 變成這個範疇的專家 去到最後 他去做出一些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就變成我們自己打開了缺口 所以這方面 都真的要小心留意 特別是現在 我們都看到 開始都有一些黃的輿論 翻法 好像我上一條影片 跟大家提及到的 白絲和銀絲的問題 都可以用到以我傳我的方式 就將這些黃訊息 抹黑和攻擊政府的訊息 傳揚開去 如果我們現在 忽略了這個本土研究社 背後的勢力 忽略了他跟黃之鋒的關係 任由他坐大的話 這個破壞力 會是更加敬人的 就不單止是以我傳我 那麼簡單 我認為其實犯法 尤其是 拍片的時候 因為都經歷了工作 再回來拍片的時候 再看回有關的資訊 就看到 陳怡之後 都有因為 虛擬貨幣的風波 而被拘捕 而在他被拘捕之前 他也有在社交平台 作為一個意見領袖 大罵證監會是證探會 更加 說到如果有 假新聞立法的話 證監會每一個員工 都是犯法 可以看到 陳怡 都用了一些 他的影響力 去推動到 虛擬貨幣的 買賣 在他被捕之後 更加 有人說要眾籌 去幫陳怡打官司 大家可以看到 意見領袖的影響力 有多大 所以 這一方面 的確是要有提防 大家都想不到有一天 可能他會 去調轉槍頭 又或者 因為某些目的 而去說出一些 損害我們公眾的利益 的說話 但又影響到很多人 這件事 就是 我相信 我想大家要 要留意的 今集的時間 就來到這裏 希望大家 喜歡我為你的選 記得要讚好 和留言告訴我 聽你的看法 也都希望把影片 廣傳開去 讓大家多人知道 黃梅談 是不想大家知道的真相 記得你的讚好和留言 可以幫助抵抗 小黃人 入到影片 惡意攻擊 意圖靈 對影片下架 所以希望大家 一路看影片 一路讚好和留言 支持我更加可以 加播的會員頻道 優先獨家 提到的影片 未訂閱我 Jovie Chan的YouTube頻道 記得右下角 就是免費訂閱 開啟通知 你就不會錯過我 任何一條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感謝你的收看 看完之後 記得要讚好 和留言告訴你 你的看法 記得也要廣傳我的影片 如果未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右下角 就是免費訂閱 和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 任何一條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切開啟通知